在飞轮的邀请下 弗力连一脸不情愿地跟他来到大陆魔法协会 准备参加一级魔法史特权颁发仪式 但却被告知塞里埃下令禁止弗力连入内 不仅如此 弗力连还被禁止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进入任何大陆魔法协会设施 这一禁令又把飞轮砌成了包子脸 分分不平地质问接待员弗力连犯了什么错 弗力连则表示 没办法 谁让自己惹塞里埃生气了 还说塞里埃和以前一样像个小孩子 并表示自己本来也不想过来 在外面等着就好了 随后走出门去 剑子刑警 修泰尔克和威伦看了下对方 并决定让修泰尔克也和弗力连一起在外面等 傍晚的钟声响了 授权仪式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在门外等待的弗力连告诉修泰尔克 一系魔法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五十多名 感慨菲伦已经变成了一名出色的魔法使 随后看向自己的胜长之正 在现在这个时代 菲伦一定能成为比我更有名的魔法使吧 真为他感到高兴 我也是 二人说话的时候 一系魔法使莱尔恩来到了弗力连面前 看到莱尔恩的弗力连立刻意识到 他能看见自己的魔力波动 并感慨莱尔恩在魔法上的造诣如此之高 根本不像是这个和平时代的魔法使 莱尔恩也坦言自己是个只懂战斗的魔法使 早就被时代淘汰了 并表示塞里埃经常说 如果他生在与魔王军作战的时代 想必可以扬名立万 成为名垂青史的英雄 这样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 弗力连直接了当地询问莱尔恩 莱尔恩则告诉他 在塞里埃的众多弟子中 名垂青史的 只有已经变成传说人物的大魔法使弗拉梅 而随着自己老去 塞里埃生存于世的证明又会减少一个 他不想让塞里埃在未来孤身一人 因此如果能让自己的名字流传后世 就算是杀死传奇魔法使的恶名也在所不惜 莱尔恩说完立刻对弗力连发动突袭 黑色的攻击魔法击碎了弗力连的防御 命中其右肩 随后莱尔恩正式对弗力连发起挑战 但弗力连却表示自己不想浪费时间 所以不会和莱尔恩交手 并抱怨为什么只懂战斗的魔法使力 会有那么多笨拙的家伙 还告诉莱尔恩没必要让自己的名字流传后世 因为塞里埃无论如何都会记住的 他对弟子都说不出自己的心意吗 连这方面像个小孩子一样 弗力连不爽地抱怨着 随后对莱尔恩讲起了自己面试临走前和塞里埃的对话 弗力连问塞里埃 为什么明明说弗拉梅的魔法很无聊 但还是在考场里用魔法造出来这片花田 塞里埃则再次强调弗拉梅是个失败品 即使拥有如此高的才能 最后还是没能达到自己的境界 在他之后 塞里埃也收过不少徒弟 直到离世为止 他们在魔法上的造诣 也没有触及到塞里埃的皮毛 但不可思议的是 明明是心血来潮手的弟子 塞里埃却一直能清楚地记住 他们所有人的性格以及喜欢的魔法 弗力连 为什么我从未后悔过 强他们受为弟子 即使他们没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塞里埃困惑地说着 弗力连则将这番话转述给了莱尔恩 听闻此言的莱尔恩愣在了原地 就在此时 参加完特权仪式的飞轮回来了 看到弗力连受伤的飞轮 询问怎么回事 但弗力连并没有回答 只是说得去教会治疗一下 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开着门 随后一行人立刻前往教会 被留在原地的莱尔恩则情绪复杂 感慨无论自己还是塞里埃都是笨拙的人 第二天 弗力连一行准备离开魔法都市 城内受到过修塔尔克帮助的人们 纷纷赶来送行 其中还包括每天都来指导修塔尔克修行的迷之老人 飞轮称赞修塔尔克 无论在哪里都很受欢迎 弗力连则询问飞轮要了什么特权 于是飞轮立刻得意地展示起了闪闪发光 还有阵阵花香的衣服 并插起腰来炫耀起这个 将衣服上的污渍去除的干干净净的魔法 弗力连赞叹 这可是存在于神话时代的传说级魔法 塞里埃不愧为活着的魔道书 并摸着飞轮的头夸他做得好 飞轮则告诉他 当时将这本魔道书递给他的塞里埃 可是一脸不情愿 我想也是 想想就开心 离开魔法都市前 弗力连一行 又遇到了拉比涅和康涅 二人再次感谢弗力连对他们的照顾 并表示这段时间过得很开心 三年后会继续努力 弗力连也没有多说什么 很平常地与他们告别 飞轮感慨 弗力连在离别时一向干脆利落 和赞音告别时也是这样 弗力连则微笑着表示 不然下次和他们见面会很难为情的 并回忆起了辛梅尔 因为自己这个告别习惯正是来源于他 某次 辛梅尔一行刚刚与一位委托者告别 弗力连感慨辛梅尔在离别时总是干脆利落 艾泽也觉得这不像是辛梅尔的风格 虽然是为了完成委托 但毕竟也与这个委托人一起旅行了两周 对此辛梅尔的回答是 只要我们继续旅行 总有一天会再次遇到彼此 泪水不适合我们之间的离别 不然下次见面的时候多难为情啊 对于这个说法 飞轮的评价是 这叫什么回答呀 就这样 考试结束的魔法使们 开始了各自的新旅程 艾鲁给维亚贝鲁和夏鲁夫 介绍了自己的爷爷莱尔恩 邓肯 拉奥芬和利西塔 又来到了那家餐馆 美特带东和格雷乘马车离开 拉比涅和康涅又回到了那座桥上 继续日常生活 尤贝尔则独自一人 踏上了新的旅程 仿佛是要去乡下找人